千万不要和那些大清早六七点人出门的人走得太近啊 这个道理的话是我一个叔叔给我讲的 这一话是啥意思呢 千万等我现在翻身之后的话 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好像真的是太对了 就是很多年之前嘛 我给你们扯一扯 我那时候我在上大学 2019年 那时候我班上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 是个富二代 然后我们两个关系不是特别好吗 然后有一回他不是过生日吗 然后的话 叫了我们几个不错的同学 去他家一起去庆生 就是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刚一进大门 我整懵了 光门口呢 几个罗汉松几百万 他家里面停着一个虎头奔 宝马七四零 明晃晃的 在他家门口两辆车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啊 哪有这么贵的车 你说白了 开个虎头奔 开个奔驰 你开个宝马 啥些都厉害了 就我那会上学的时候 我就赚你家家挺有钱的嘛 但我没想到就这么有钱 然后那个叔叔都特别热情 陪我们唠嗑 一会儿就讲问那个同学 小时候有多调皮 一会儿小时候 多跟你小姑娘聊天 小亲人家怎么怎么的 一会儿就跟我讲 国外有趣的事情 一会儿就跟我讲 就把它冲上的历程 你说那会儿的话 初出牛犊不怕虎嘛 我就冒昧了问了一句话 我说 你第一桶金怎么来的 我虽然说 你跟我爸的年龄差不多嘛 但是你家那个奔驰 我估计我这家人 一辈子买不起 我就特别好奇 我说等我长大之后的话 我也想活成你那样子 我刚才问的时候的话 那个叔叔就一愣嘛 然后的话 那几个同学 我的同学嘛 挺好几个事 然后那个叔叔开始 讲他之前干的事情 动不动 这个生意挣了几百万 动不动 收工那个公司 挣了几百万 动不动 买个地皮 又挣了几百万 动不动 投就叫他投个股票 又挣了几百万 反正我觉得 我操真的 讲这话 说生意 他说做生意跟减钱似的 而我们挣的钱 真的是跟吃屎一样的 我那几个同学 听完之后 也跟那个小母鸡似的 连忙点头 然后就特别肯定 然后叔叔在那边一边讲 我在那拿着 被人家寄嘛 就是里面东西有很多 我生怕有个东西 我忘了 然后的话 对我损失了 反正的话 那天晚上 我们几个人在那家 喝都挺孩子嘛 基本都断皮了 当天晚上 有好多人睡在 我兄弟那个沙房上 我还睡了一宿 睡到隔天 中午十一点多 然后我从那个屋子里面 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看到他爸在院子里面 拿了个报纸 在那喝茶 我出于礼貌的话 我打算跟叔叔 打个招呼就走 然后他看见我特别高兴 他说清康 我这几个孩子里面 就看好你 他说 你将来听叔的一句话 叔跟你讲 听我的 学生能成大事 你讲不到 一听这话说的 你知道我心里面 多开心吗 为啥呢 为啥开心呢 一说 我挺诧异的 我那几个同学 家里面环境都比我好 他们家里面 有做生意的 有做这有做那的 就是我家最穷 懂吗 就是我一现在 一想过说那话 我觉得肯定是 激情澎湃嘛 你想吧 得到生意的大老 给你的肯定 但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 那个叔说的话 跟算命老先生一样 真的 一针见血 他当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做生意做了这么久了 我看人特别准 就是你家那个情况 我还听我儿子说了 其实你出生意以后 最大障碍是什么 是你爸和你妈 所以你要想办法 去扩充你的 忍卖你的资源 这样的话你才能成大事 任何人一跟他们讲 人脉资源的时候 咱们第一时间 下意识地就会以为 人脉资源 那就情人吃 情人喝嘛 我说叔 我说对 我现在虽然说 拿了几个钱嘛 但我有点钱 我都会请我同学们呀 吃饭饭呀啥的 我跟他们搞好关系 你说我觉得以后 他们一定会对我 有一些帮助嘛 结果那叔叔哈哈一笑 直接来一句话 他说你行 你跟我家孩子玩 没啥毛病 但是你别跟那些 普通家庭的孩子玩 我告诉你 花多少钱都是百花的 其实我当时心里 挺不服气的 我就在想 谁 这要夸自己家孩子了呢 然后那个叔 可能一下就看出 我的小心思嘛 然后 看我没坑的时候 又接着问我 他说你还别不服啊 我说以后 你就是想跟你爸 种一辈子地 还是想跟我身边 那些老板一样 开好住住别墅 我那时候直接讲嘛 说叔这还用问吗 我想跟你一样嘛 我想当大老板 然后那个叔给我讲 他说OK 你觉得跟大老板在一起玩 更容易出头 还是说跟那些大工人 在一起玩 更容易出头 我说叔啊 咱稍微动点倒刮 我都知道 跟你们这种人玩 会出头吗 会容易成事吗 我说肯定要 跟你们一起玩嘛 他那时候给我讲 他说你怎么样知道 去评判那些 打工还有做生意的人 有没有办法 去快速评判 我说那还不简单 我说叔你看一下 像你开奔驰 开宝马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个你家肯定有钱 对吧 那能开奔驰 能开宝马人 哪家也没有钱嘛 然后那个叔叔 好不客气过来一句话 他这些东西 可以用租 对吗 车可以租 衣服可以租 手表可以租 啥都可以租 他这话一给我讲 我懵逼了 我不是打回了 然后紧接着 他又说了一个 颠覆我三观的话 我今天送给你啊 让我瞬间进行 颠覆三观 他当时指的那大门讲 跟我说 看吧 外面那个车子嘛 是不是还算不错 我说对 我说能住到 你们家这个地方的人 非富几贵 我说家家户户 宝马奔驰啥呢 很有可能 然后那个叔叔接着问我 你家小区楼下的那些车 十点多之后 会不会有这么多车 我说怎么可能说 人家都上边去了 然后话音刚落 哎 我好像我发现 我悟痛什么东西了 然后叔叔看我 开车就很开心嘛 他没想到 你小脑子的瓜 挺好使的 真的 能开奔驰 和开包马的人 他们都是中午出门 大部分的人 都是做生意送买卖的 而且他们不着急出门 他们平时见见朋友 谈谈客户 很多的问题 约到家里面来 但是上班的人不一样 你晚到几分钟 扣你工资 所以说等你长大以后的话 咱们一定要和那些 十一点出门的人交朋友 这些人才是社会上 最有用 最有资源的那帮人 你别看叔叔 干了这么多生意 起码叔也是 经常朋友在这玩的 反正是从那以后嘛 就是到现在一晃的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 说那句话 到现在为止 还寄在我脑子里面 现在还在打转 同时也告诉我一句话 我从一个一穷二百的农村人 干到现在有两家公司 也买了兵力 我发现啊 一个人的财富 百分之七十来源于身边的朋友圈 百分之二十来源于我们的知识 只有百分之十靠我们自己 能不能看明白 就看你们造化了